全哥網站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全哥網站 我是全哥 那今天這部影片會跟大家分享 如果我們電商網站 銷售的商品是比較特殊一點的 可能像是賣泡棉 或是保麗龍 或者是一些建築材料 或者是一些木板板材等等 這些可能體積會比較大 或者是重量比較重 那你打算用不一樣的計算方式 去跟顧客收取運費 我們可以做一些客製化的運費調整 和運費設定 那這部分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做操作呢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我會跟大家推進一款外掛 並用這款外掛簡單快速的 完成這些運費客製化的設定 好 那在影片描述欄中 我會放置今天等一下在影片中 會跟大家提到的各種客製化運費的設定模式 那你可以針對適合你的進行設定 那相關的章節跟時間軸呢 你都可以直接從影片描述欄中點擊前往 好 那我們就趕快進入今天的教學吧 好 那正式開始教學之前呢 等一下是示範有關於電商物流運費客製化的設定方式 那這個呢就必須要你的網站是屬於電商網站的形式 那如果你目前還沒有屬於自己的電商網站 那你可以參考螢幕上的這支架設購物網站影片 它裡面非常的完整 從網域主機申請到Wordpress網站架設電商外掛的應用 跟到後製金物流串接的方法 都在影片中呢有完整的教學流程 或者是呢你可以直接參考WooCommerce 電商外掛教學 那裡面呢我也有示範啊多種商品上架的方式 不論你是賣實體商品啊或者是虛擬商品 或者是顧問服務 那我都會教你呢如何完整的上架 那如果你對於電商的部分有更多需求 比如說像是你想要擁有一個Google或者是FB快速登錄註冊的方法 那這個外掛要如何串接跟設定 那你可以參考螢幕上這支影片 那我也有做一個完整的教學 那更多的電商教學影片呢 你也可以直接參考我頻道的其他支影片 都有跟大家做個分享 好那我們就回來到影片教學中 接著呢大家可以跟著我呢一起在網址欄輸入這串網址 那我們呢等一下會進行一款付費外掛的購買 那這款外掛呢就能完成我們後續的運費金額客製化設定相關的能力 好那可以跟著我一起在網址欄輸入這串網址 好那相關的網址呢我也會放在螢幕這邊或者是影片描述欄中 好那輸入完成之後呢我們直接進行前往 好那進來之後呢我們就會看到這款外掛啦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評分呢其實是蠻不錯的 而且呢它的購買次數呢也將近一塊兩萬套 好那接著呢我們可以看一下金額的部分 它目前是25塊美金 其實換算台幣呢大概才700多塊錢而已 那如果你的電商有需要客製化運費的能力 其實這款外掛呢算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而且通常我們在這個Infato Market買的外掛或是主題 通常都是一次性買斷的 等於說你只要付一次錢呢之後呢就不用再付費了 然後都可以享有更新的權利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它擁有哪些功能喔 好首先呢我們可以看一下它其實有多種的設定方式 它有表定運費的設定或者是免運的選項 好那它也可以針對金額 它可以用固定金額的收取 百分比金額的收取等等 那包括它有多種的條件選擇 像是你可以用總計總金額去做一個客製化運費的調整 或者是數量啊重量跟高度 好就是長寬高等等去做個運算 非常的方便呢還有直覺 接著呢這款外掛呢它其實也跟其他Wordpress外掛呢有做一些相容 像是Polylink 這是多國語言外掛 這個外掛呢我也有錄製一支影片 相關YouTube教學連結呢我會放在影片描述欄中 接著呢下面它有一些留言評價都還不錯 好那我們實際看一下它有哪些特色 那我這邊直接翻譯成中文方便大家了解 那我們發現說它有很多條件呢我們都可以用這些條件去做客製化運費的設定 比如說可以針對金額啊總金額然後數量重量長寬高 面積體積或者是商品類別去做一個調整 那後面呢還有很多種設定的方法 那等一下我在影片中呢都會實際演練給大家看 好那確認沒問題之後呢加入到購物車我們就準備進行購買囉 好那麼確認一下金額沒有問題 那這個夾購的部分都不用 這是不需要的我們直接前往結帳 好那在這邊呢就是輸入一些Infrontal Market 因為目前如果你有帳號的話呢就直接進行登錄 那沒有的話呢你就要做一個完整的申請 那有關於這部分的申請流程呢 我在自己的部落格中然後我有寫一篇這樣的文章 好那這個文章連結呢我也會放在影片描述欄中 它不論買主題啊外掛啊流程都差不多 你都可以參考這部影片呢去做一個購買這樣子 我簡單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直接進入到購買流程 好那一模一樣我們剛也是點選了購物車的按鈕嘛 加入購物車 接著呢前往結帳 好那這邊呢你就輸入自己的這個名字 跟姓氏 好那你的Email 好那有關於名字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都不需要填寫英文 因為這個平台是英文平台 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英文名字的話呢 也可以到外交部這邊去查詢 好輸入名字啊姓氏翻譯應該就會有了 好那這個相關網址連結呢 我也會放在影片描述欄中 好那接著呢還有主題森林的帳號跟密碼 好那這個帳號密碼的話呢輸入完務必要記得 因為這樣的話呢你才有辦法順利登錄到他的平台 所以這個是平台登錄的帳號密碼 好那完成後呢就點選確認帳號密碼 然後下一步這樣子 好那接著呢就是一些帳單的設定 好那一模一樣填入名字姓氏 然後公司名有的話就填 沒有的話就控制 然後輸入一下我們的地區 然後地址 好縣市啊周遊地區號等等 好那有地區號的話你可能要填寫五碼至六碼 他可能是要國際碼 那你三碼也可以填點看 如果能夠過的話那就沒有問題 那如果過不了的話你就填個五碼或六碼 可以上網查一下 好自己區域的這個遊地區號 好那最後呢我們就會進入到付款程序囉 那基本上看你是用信用卡付款 或是用PayPal結帳都沒有問題 然後完成後呢就點擊付款就可以了 好那如此一來呢我們就順利的購買了這款外掛囉 好那接著呢我會實際開我另外一個帳號 那我那個帳號呢是有把這款外掛給買下來 那我用這個帳號呢跟大家做教學 好那接著呢我直接切入到我的實際帳號 好那我們看一下右上角啊目前我是屬於登錄狀態 那如果你還沒有登錄的話呢直接進行登錄就可以了 登錄後呢我們點選這個download 好那幾乎所有你購買的外掛呢應該都會放在這個裡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款外掛叫做Table Rate Shippings for WooCommerce 好那就是這款運費設定外掛 好那我們呢直接點擊download裡面會有一個這個WordPress檔案下載 我們點它一下 那下載完畢之後呢我們來開啟自己的WordPress網站 好那我們接著呢就來做外掛安裝囉 接著呢我們前往到自己的WordPress後台 然後我們在外掛這邊點擊安裝外掛 好點擊上面的上傳外掛 好我們把剛下載那個外掛呢給上傳上去 點擊立即安裝 安裝完成後呢點啟用外掛 好那我們剛外掛安裝完成後呢 它在上面會出現一個通知 它是建議我們可以安裝這個Infrontal Market Parking 那我們也可以安裝這款外掛 好啟用外掛 OK 好那如此一來呢我們就擁有了 我們剛安裝的這款外掛運費設定的部分 跟剛剛這個Infrontal Market的相關外掛 好那我們主要呢還是會講解這個的部分 然後我們點選Setting進行設定 好那進入之後呢 這個也是在WooCommerce設定裡面運送方式 那我們可以先新增運送區域 那如果你已經有新增了 好那你應該就是不用新增 好那我這邊先點一個 好那我這邊設定台灣好了 好那我們新增運送方式 運送方式呢我們會看到一個Table Rate 好就是我們剛安裝這款外掛 它的這個表定費率 好那這個功能呢就出現了 好那我們可以進行編輯 好那如此一來呢 它這些相關的選項設定就出現了 等一下我會教大家怎麼樣用 好那接下來呢我會跟大家分享 這款外掛的基本設定要如何操作 那在講解基本設定之前 如果你已經有做一些WooCommerce 物流的新增 不論是WooCommerce 他們自己預設的物流功能 或是你是串接第三方 比如說像濾界啊 藍芯等物流的能力 好那我先建議你呢 把這些預設物流的部分呢給關閉 因為這個外掛它本身物流的體制呢 是自己獨立運作的 所以說你可以先把其他東西先關閉 然後我們先試用這款外掛 然後跑下來之後呢 如果都確認沒問題 你可以再回頭呢去把 你原來的那些物流呢給逐一開啟 然後去測試一下 我看是不是最終的結果呢是你要的 那簡單來說如果你要關閉的話呢 你可以到WooCommerce設定 然後你到運送方式 好那我們進入自己的區域 OK那目前呢 因為我這個是新的站點 等於說沒有其他物流的能力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有新增 像單一費率啦 什麼免費運送等等 好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先建議你呢 就把這個啟用按鈕給關閉 好那如果你有穿接第三方也關閉這樣子 好那我們等這個外掛呢 都測試完畢之後 那你再回頭 再把你想要的功能給開啟 那到最終呢 在電商上限之前呢 建議呢還是先自己在前台跑一次 看這個物流的選項呢 是否能夠在不同的情況都能夠順利的出現 好那這樣會比較有保障一點 好那我們就直接回到這款外掛的教學囉 那我繼續編輯 好那我們首先呢 從上到下分別跟大家介紹 好那其實很簡單 就如同他這邊的數字一樣 他就是第一步驟 2 3 4 5 6 我們從上到下去設定就好 好第一個呢就是基本設定 好那這個是標題部分呢 你也可以自行去做更改 那我就先維持預設就好 那這邊是是否要瞌睡 你也可以用不用瞌睡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是運費的計算規則 那這個是根據每筆訂單去做調整 然後這個是根據每件商品 根據每行項目 然後這個是每班等等 最後一個應該是比較少用 那我們就先用預設的一枚筆訂單 然後我們去調整自己的客製化運費 完成後呢我們就點選下一步 接著我們進入到使用者權限的地方 好那這個部分呢是指 等一下你會用這個外掛去設計一些物流方式 那這些物流方式呢 你想要讓它出現在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呢 還是指定的角色 那我們就讓每個人都可以看到 好那這邊呢就是誰才有權限的去修改這些東西 那這個是管理員 只有管理員才可以修改 然後這個是特定角色跟特定使用者 那我們就是用管理員 才有權限去做物流方式的修改好了 好那下一步 好那接著呢是一些方法跟條件的設定 它點這個按鈕呢就可以新增條件 它有蠻多條件 好那這部分如果沒有特別需求的話呢 我們就維持空白就可以了 好那我就先維持空白 然後點下一步 好那這個部分呢是體積重 那什麼是體積重量呢 體積重量它意思跟原來我們的重量 是不一樣的意思 體積重量呢比較適用於像 如果你今天銷售的是比較大體積的東西 像是可能賣木板啊 或是泡棉啊 保利龍等等 那這個部分呢由於你體積較大嘛 那你放到物流車上面是很沾空間的 所以其實他們業內呢有一個說明的名詞 叫做體積重量 那我先看一下這個說明給大家看 好那這個呢就是體積重量的相關介紹 好那我直接來到看一下 好這邊 收費定義 那它這邊呢有說體積重量呢是他們行業內啊計算 比如說你的東西比較輕 但是體積比較大 它的收費方式 好那它其實有些計算公式啦 其實就是說如果你的體積重量 你大於實際的貨物重量 那它就用體積重量呢去做運費的計算 那如果你實際的體積重量 是小於你的貨物重量的話呢 它就依貨物重量來計算 等於來說呢它就是找比較重的呢 去做運費的收取啦 大概是這樣意思 好那這個體積重量的運算公式 就是你的貨物的長寬高 然後除以6000這樣子 這個應該是國際性單位 好那或者是用5000來做計算 那等一下呢我們在這款外掛呢 你應該也會看到5000跟6000這樣的數字 好那這個5000跟6000呢 你也可以自己去設定 因為每個公司啊或貨運公司 他們評估的標準並不一樣 那有關於體積重量部分呢 你也可以自行去Google 去找相關的資訊 那你就會更了解這個單位名詞 到底是在做什麼的 好那我們先回來到後台 那這邊就是體積重量的相關設定 好那如果呢你今天販售的呢 是沒有剛剛那個狀況 等於說你也沒有賣那種體積比較大的啦 或者是一些需要用體積重量單位運算的東西 你可能就只是一般的商家 然後我們銷售一些東西這樣子 並不會運用到這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就可以忽略這樣子 好那你可以把這個欄位空白或是填零都可以 那這樣的話呢 體積重量這個功能就不會存在 那你的這個運費呢也不會抓取這個值 那這個是它的計算方式 它可以用除的或去乘 然後去換算這個體積重量 好那這個欄位呢是說 如果你勾選的話呢 它就一律會使用體積重量 去做計算運費的標準 好那你實際重量的部分呢 就會被忽略 所以它這邊有個英文叫做 排除你的實際重量這樣子 那這個是除非你的店家呢就是很確定 好那我商店賣的都是這種大體積的東西 也都是要用體積運費去做一個計算標準 那全戰式的可能都是要這樣的話 好你就直接把這個勾選 那之後你的商店呢就會一律用體積重量呢 去做運費的計算標準 好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商家的話呢 這個應該是不用勾選 然後這個欄位保持空白這樣就好了 那我等一下呢會先示範一般的商品的計價方式 那我後面呢也會分享 如果你是有銷售體積比較大一點的東西 那要用體積重量的功能要如何做設定 這下面我也會有一個主題是在講這個 好那我們就先維持空白 然後這個不用勾選 然後點下一步 好那這邊就是一些其他選項的設定 這個是是否要含稅 是否可包含優惠件 然後重量是否要四捨五入 然後呢這個是免運時呢隱藏運費選項 好那這些選項呢就依照自己的需求 看是否需要勾選 好那我就先多維持空白 然後我們就下一步 好那接著呢第六步呢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那這邊就是設定你的運費項目跟運費規則 都在這個地方去做設定 那他會先問你你要新增幾個 那我們就先新增一個好了 OK好那由於我們剛剛都把那個WooCommerce的運費功能 也就是物流功能 那我都把它先關閉了 等於說我們前台目前是沒有任何的物流功能 那我們就來新增一個吧 好那我這邊就來新增一個用黑貓運送的方式 那我來先輸入一下文字 好那接著呢我們來新增一下運費選項 點擊這個Add TableRule 好然後條件的部分我們點擊新增 我們用小計的部分這個是有大於等於 好或是小於等於 然後跟完全等於這樣子 好那我就用如果總金額大於一塊的話 好那這個黑貓宅急便的物流方式 好那你才可以去做使用 好那這個黑貓宅急便的物流金額 我設定180好了 好那這個你可以收取固定金額 百分比金額等等 那我這邊可以做一些描述 好那如果你要一些其他的這個消費啊 金額條件你也可以點它 好所以它可以新增多個 好這個條件呢你也可以新增多個這樣子 好那我就先新增一個就好 那這個我也把它刪掉 好那接著呢我們可以看到右手邊呢 它有些額外設定 額外設定呢這個是你的默認選項 好那如果你把它打開的話呢 如果你之後有設定其他的這個物流選項 那這個呢就會預先被選取 因為你把它給打開了 就是預設它會選這個 好那我們先把它關閉 好那這個功能呢是隱藏其他選項 等於說你打開之後呢 其他物流功能呢都會被隱藏 然後它只有這個物流的功能會被打開這樣子 那這個disable option 它就是把當前的物流功能呢給進行關閉 好那下面這個是綜合描述 這應該是比較少用到 好那我們這邊就先維持預設就好 好那這個功能呢儲存之後 我們來前往前台 我們來看一下成果 好我們先往到商店 那我們可以先隨意購買個商品 那目前我購物車已經有一個了 好那我們直接前往購物車 OK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目前是500塊 然後運送方式呢也是這個黑貓宅急便 好它有正常的出現 好那這樣就沒有問題囉 好那這邊有一個計算運費的方式 這個跟WooCommerce選項有關啦 好那這個如果你要把它關閉的話也很簡單 我們先前往到後台 然後我們到這個運送選項 好那這個有一個在購物車頁面起用運費計算器 這個我們把它取消勾選然後儲存 好我們回到前台 好我們再刷新當前的頁面 好會發現剛剛這個計算運費就不見囉 好那如此一然呢我們就有第一個的運費模式啦 好就是黑貓宅急便的功能 好那恭喜大家 那這樣我們就有自己第一個的物流方式啦 好那這個金額部分呢你也可以自行去調整 好那接著呢我們就來學習下一種運費設定的模式吧 好接著呢這一章節會跟大家分享呢 我們如何依據不同的商品分類 然後收取不同的運費金額 那這樣我們看要怎麼設定 好這個會蠻常運用在 如果你今天的商店啊有販售一些冷凍商品 好那你可能就需要叫一些這種冷凍的物流車 好那這個費用通常收取都會比較貴啦 好那這個商家可能就會想要跟我們的顧客呢 收取多一點的這個物流金額 如果說你的商店是同時有這種兩種 比如說是一般常溫啊跟冷凍食品 這樣同時銷售的模式的話 好那你可能就要針對不同的分類呢 去收取不同的物流金額 好那這個時候呢這個章節的教學就會幫助到你 好那又以為呢我這個站點呢是很多職務的站點 好那等一下呢我會用這個職務的分類 然後跟仙人掌的分類呢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商品分類 然後我會分別去收取不同的物流金額 好去做為範例 好那相關的情境設定呢 你也可以自己去調整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前往到後台 然後我們在第六部的地方呢 我們目前已經有一個了 就是剛剛的黑貓宅級便 好那如果呢你今天要讓它暫停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選項給禁掉 就是Disable 好然後我們再來新增另外一個項目 點擊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輸入這次的標題 好那我就先隨意輸入囉 好OK接著呢我們來新增一下條件 好新增條件 這邊呢我們可以選擇用分類的方式 好選擇分類 那我讓一般職務的話呢我收取100塊台幣 好那可以加些描住 那另外一個分類的話呢我們照樣選擇 包括那這邊我用仙人掌 好那因為仙人掌可能比較多次 好那可能包裝要比較精緻一點 好那我就讓它收取比較貴的費用 那這邊呢我來更改一下 好那也是機會教育順便跟大家分享 這邊的話呢因為我們目前是新增一欄 好所以我們在一欄下面呢加了兩個 那加了兩個的部分的話呢 前台就是這兩個要同時滿足才會生效 好那這個就跟我們目前呢 要做的設計是不太一樣 所以基本來說呢我們要來新增一個table 就是另外一個條件 而不是在已經現有的table下面又新增條件 這是不一樣的 好那我來新增另外一個table 好那我把剛剛的這個仙人掌先刪掉 那應該要在這邊新增才對 所以這樣的模式呢是不同的喔 好那我們點擊新增條件 然後點擊分類 這次我選擇仙人掌 好仙人掌由於比較多次 可能比較精美一點 所以物流費用高一點 250然後 好那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好等於說植物分類的話收100塊 仙人掌分類的話收250塊 大概就是這樣的模式 好那這款外掛呢有個特別的地方 它就是越下面的話 它的優先級是越重的 好這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顧客 他同時買了植物分類的東西 跟仙人掌分類的東西 那前台到底要收100塊還是250塊呢 答案就是呢會收250塊 好因為呢它的位置在下面 所以它權重較高 好就是這樣的意思 好那這個箭頭呢也可以拖曳 你可以去做排序 好簡單來說呢就是越下面呢 它的優先級別是比較高的 好你就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調整 好那沒問題的話呢 那記得我們要儲存喔 OK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到前台 好那這次呢 我們要買的就是職務 好跟仙人掌 我們都個別買 然後再看一下運費 是怎麼樣計算的 好那我要買 這次買室內花好了 好加入購物車 接著再到商店 這次我們買一下仙人掌 加入購物車 前往購物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兩個已經被我們加入進去囉 來看一下購物車總計 我們會發現呢 它運送方式呢 這邊一樣是職務配送 我們剛剛後台所自己編輯的名稱 那是收取250塊 採用的是仙人掌的金額 那為什麼會收取250塊 而不是剛剛的100塊呢 我們來看一下 原因就是 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月下沉的話呢 優先級別比較重 所以顧客兩個都買的話呢 他會以仙人掌的收取運費為主 就是收比較貴的那個 好那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個 調換過來 我們讓職務在下面 等於說變成職務優先級別 比較大的一點 好那我們儲存一下 好那我們前往前台 目前是250塊嘛 對吧 好那我們刷信一下 好我們會發現它就更改了 它就是以我們的職務類別的金額為主 就變成收100塊而已 所以說這個就是優先級別的差別 那大家也要留意 那我就先拖回來 然後再儲存一次 好前往前台 好那剛剛分享的設定呢 就是針對不同的商品分類 然後收取不同的物流金額 接著呢這個章節呢 我們來嘗試一下 不一樣的運費設定方法 好那這次呢 我們玩的是重量 好那我們如何呢 讓商品針對重量呢 收取不一樣的運費 那這章節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一樣呢 我們先到這個外掛的面板 好我們一樣在第六部的地方呢 先把它展開 那這個是原來的 我們就直接略過 這是上一個職務配送的地方 那我們一樣呢 先把這個功能給關閉 那接著呢我們來新增下一個選項 那這個是第三個跟大家示範的方式 那這邊的部分呢 我們來輸入一下標題 接著呢我們新增一下條件 選擇重量的方式 好那我這邊輸入10 金額呢設定80 好那我輸入一下描住 好那我把這個部分呢 改為小於 那這整串的意思呢 就是如果重量呢 是小於10公斤的話呢 收取運費80塊 好那描述在這邊 那這個是整個購物車的商品重量 好那接著呢 如果購買購物車總重呢 超過10公斤 那我們想要把它改為另外一種寄費模式 也就是每一公斤運費呢為10塊錢 這樣該如何設定 好那我們一樣呢再新增下一個規則 新增選擇重量 這次呢我們選擇大於跟等於的模式 好那數值呢我們輸入10.01 好等於說就是大於這個數字之後呢 就會改採這樣的計算模式 這邊選擇用每一公斤去做一個計算 好10.01 選擇公斤 這個描述的部分呢 我們來輸入一下 那這一整串的意思呢就是 如果總重呢有超過10公斤 好這邊我們設定的就是10.01 那將會改採為每一公斤呢 10元的計價方式去進行計算 那整體來說呢 這個設定模式就在這個地方 小於10公斤呢 收80塊錢大於10公斤呢 改採每一公斤進行計算 那一公斤10塊錢 這就是這個兩項加總起來的意思 完成後呢我們就先進行儲存 OK那接著呢我們要針對商品啊 做一個重量的設定 好那這樣呢我們前台購物車呢 才會偵測的到 好那我們這邊呢先隨意選擇一個商品 我們來進行重量的更改 好那這邊我選擇室內花進入 好那我們往下滑 好如果呢你要設定重量的地方 我們可以前往運送方式 這邊有個重量 那我把它設定為室內花一盆呢 就是兩公斤 完成後呢我們進行更新 接著呢我回到前台 我先刷新一下當前頁面 OK接著呢我們來找到室內花 好點擊加入購物車 查看購物車 好往下滑 好這樣我們會發現呢 右下角的運送方式 目前呢是因為總重低於10公斤 所以它只收了80塊錢 好那一瓶的花是2公斤 那我們要大於10公斤的話呢 我們應該是要買到6盆的花 這樣子6乘以2才會等於12公斤 好那我們更新購物車 好那我們發現呢剛剛這個文字 是否有做變換了呢 它就是變成改採每一公斤 10元的方式作為計價 好那由於呢6盆花呢 我們1盆花是2公斤 所以6盆花呢就是12公斤 12公斤呢1盆是10塊錢 好所以12乘以10 所以運費呢就會收取120元 這個是沒有錯的 那這張結示範的流程呢 就是針對不同的重量 收取不同的運費 那這樣我們就設定完成囉 那接著呢你也可以 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重量需求 去調整金額啦 或者是設定商品重量 就看個人的調整 好那這張結呢 我們也會玩另外一種方式 那這次呢就是針對體積的大小 去收取不同的運費囉 如果呢你今天銷售的是 體積比較大的東西 類似像保利龍啦 或者是一些建材木板等等 或是各式各樣應該還有非常多 那你就可以參考這個章節呢 針對體積去收取運費 好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那就跟著我一起操作吧 首先呢我們先到 第四步體積重量的地方 好我們這邊可以輸入 這個體積重量我們要除以的值 好那你可以輸入5000或者是6000 或者是看你的物流公司 給你的計算方式 或者是你自己公司的計算方式 都可以那我這邊就先輸入5000 好然後這個是運算模式 我們用除的 好那這個選項呢 就是排除商品的一般重量 那如果說你要勾選的話呢 基本上的狀態會是在於 你今天的商店全賣的都是 體積比較大的商品 也等於說你就沒有一般的商品的意思 好那這樣的話呢 你想完全撇開一般重量的商品 就可以把這個打勾 它就直接排除在外 好但如果呢你的商店是一般商品 跟體積大的商品 同時都有在銷售的話呢 這個你就可以先不要勾 好然後呢系統會自動幫你呢 去運算 那如果是一般重量呢 比較重的話呢 它就會抓一般重量去做這個 運費的計價 好那如果是你的體積重量呢 比較重的話呢 它就會抓取體積重量的數值呢 去做運費的計算 所以呢這部分呢要不要勾選 還是會依照呢你自己商店的 銷售商品呢大概什麼樣的類型 簡單來說呢如果有勾選的話 就是把一般重量的這個數值 全都排除掉 等於說一切呢都是以體積重量為主 那我這邊呢就先不打勾 因為我這個示範網站 它同時呢也可能有一般的商品銷售 也有可能比較大體積銷售的商品 同時都存在 那我就先不勾了 那基本上呢 只要這個欄位的數值是存在著 那下面的我們第六部 所設計的運費模式 可能呢也會吃到體積重量的計算模式 所以如果呢你這邊數值是有存在的 那你的前台呢有時候看到那個 運費金額跟你想像中的不一樣 你就可以來第四部檢查一下這個值 你是空白的呢還是有填入的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我們到第六部 好那我們來第六部繼續新增條件囉 那我們往下滑 這是 來這個是我們剛剛的 那我們先把它靜止掉 接著呢我們再來新增下一個條件 好那這邊我們輸入一下標題 好那我們來新增一下規則 好新增 那這次呢我們一樣選擇重量 雖然呢我們現在討論的是體積 但是呢體積重量的它的最後換算單位呢 其實他們還是以重量呢 去做一個評斷的標準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會選擇重量 那如果說體積重量呢 我們大於10公斤的話 我們就收取台幣80元 然後這邊你可以輸入相關秒數 那我就先自行輸入 好那接著呢我們再新增另外一個條件 新增 同樣呢選擇重量 好不好意思這邊我要做更改 應該是小於 小於10公斤的話呢是80元 大於10公斤的話 這邊我輸入10.01 這邊選擇 依照每1公斤去做計價 每1公斤收取10塊錢 好那我這邊輸入一下描述 好那這邊整體的意思來說 就是小於10公斤收80塊錢 大於10公斤的話呢 每1公斤收取10塊錢 那我們這邊呢是用體積重量的去做為計算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要選擇重量 好因為體積重量呢 最後它的計價單位呢 還是用重量去做一個設定 好因為這款外掛的設計模式呢 就是這樣子 好那完成後呢我們就進行儲存 接著呢我們要到商品這個地方 我們要來編輯一下商品的長寬高 那我們點所有商品 好那我們來找一個室內花 剛剛修改的 好往下滑 找到運送方式 我們把原來的2公斤呢 我們先給移除 接著呢在尺寸這邊 我先分別輸入60 30跟30 那這樣長寬高呢 相乘之後呢 我們應該會得到5萬4立方公分 接著呢我們來進行更新 好那我們前往到網站前台 接著呢我們來找到室內花點擊 好我們加入購物車 查看購物車 好那我們往下滑 OK那我們會發現啊 它這邊收取的是110元 那這個是怎麼樣計算出來的呢 好那我們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我們長寬高分別是設定為60 30跟30 三者相乘之後呢會是5萬4 那由於呢我們剛剛的後台 我給大家看 好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第四步 體積重量這邊呢 我們那時候抓取的體積重量單位 是抓5千 等於說它這邊其實有個計算值 它這邊就是長寬高會除以5千 那你會得到一個公斤數 那以我們剛剛所設定的長寬高相乘 應該會是5萬4 然後除以你這邊你自己設定的值是5千 所以相除之後呢應該會是10點多公斤 那我們就直接無條件進位 它就是11公斤 好所以說我們重量呢 就是11公斤的重量 那我們先往前台看一下 那11公斤的重量呢 那就是大於10公斤了 大於10公斤 所以我們會採取這個 每1公斤10元的計價方式 那就是11公斤乘以1公斤10元 所以我們最後會得到最終解答 就是110元這個體積運算的模式 如此一來呢我們就會得到最終的金額呢 就是運費110元 好那這個呢就是我們使用體積重量呢 去做一個運費的計價 那我再跟大家做一個重點整理 簡單來說呢你要做體積重量 第一個呢你要先記得第四步驟 這個單位你要記得 然後它的運算呢是長乘以寬乘以高 所以你商品那邊你要先設定長寬高 然後再除以這個你自己的計價單位 它會得到一個公斤數 那這個公斤數就是等一下會來計算的單位 那這個公斤數之後就會搭配第六步 剛剛自己做這個體積設定 因為由於我們剛剛這樣的公斤數 最終是大概無條件近位是11公斤 11公斤的話呢它就會直接抓取 這邊的運算模式 因為你這邊也自己設定了大於10公斤嘛 它就會採取每一公斤 是收10塊錢的這樣的方式 所以呢我們才會得到我們最終解答呢 在這邊就是收取110元 那這個部分呢 在運算過程中可能會有點複雜 但是呢如果你實際操作幾次之後呢 或是有這個影片呢多換幾次之後 那你應該也可以順利的設定成功喔 好那在這章節呢會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想要設計一個滿籤免運的功能 但是有一些特殊商品呢 你又不想要讓它參加這個活動 那這樣的方式呢你該如何做設定 那我來跟大家做示範喔 首先呢我們先一樣前往到這個設定面板 在第四步的部分呢體積重量 我們先把這個數值給拔掉 那沒有拔掉的話呢我們等一下下面的設定呢 會被它影響 接著呢我們再回到第六步驟 那我們往下滑 好那我們先把上一個體積計算部分 我們先讓它靜止掉 然後我們再新增一個條件 好在這個條件呢我們可以輸入一下標題 接著呢我們來新增一下規則 這邊我們輸入80元 那這個80元呢是一般的費率 等於說如果你還沒有買1000塊錢呢 你還是要付錢的意思 就是付80塊錢 好那我們再新增下一個規則 新增 這邊選擇小計 好就是總金額的部分 總金額如果大於1000元 那金額的部分呢運費就設為0 好就直接免運了 好那這個兩個條件都被我們設定完畢了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滿1000收80塊錢 滿1000以上呢運費就是不收運費了0塊錢 好那接著呢如果你想要針對某些特殊商品 不想要讓它要參加這個滿額免運的活動 或是是滿千免運的活動的話呢 那你就要做一個排除的條件 我們如何做呢一樣 新增條件 好在這邊呢新增 這次選擇叫做商品 好那我們可以指定一下商品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台 前台商店裡面 那我就用這個職務好了 它這串英文在這裡 等於說這個職務呢是排除在於我們的活動之外的 好那我來綁定一下這個職務 好然後呢它一樣呢是收取八指元 好就算它是大於1000塊的銷售金額 我們還是要收它錢 就是收原來的這個運費八指元 那加個備注 好那我這邊就加上這句話 好那畢竟呢顧客他已經買了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價錢是2000塊錢也是大於1000了 那我們還是收人家錢收人家運費 人家也覺得奇怪 那你們不是有這個活動嗎 怎麼你還收我運費呢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需要加上一下備注 好告訴人家說這個商品呢不屬於這個 滿額免運的範圍 好那我們顧客就知道了 這樣呢他心裡才有個底 好那完成後呢我們就點選最下面的儲存設定 好那接著呢我們就實際進行購買 我們前往前台 好那我們來買個室內花吧 好那我們來先買個一個查看購物車 好往下滑 好我們買一個的話呢 因為才300塊錢還沒有買1000 所以他收取80元 這是合理的 好那我們就讓他買1000 那我們就買4個更新 好我們會發現這邊直接買1000元免運費 而且呢都沒有任何的運費選擇選項 好那這樣呢就是達成我們的免運功能 那接著呢我們剛剛有新增一個職務嘛 好那這個職務呢是不包含在這個免運範圍的 好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室內花給刪掉 好我們前往剛剛的商店 我們找到剛剛的綁定這組 排除活動之外的盆栽 加入購物車 查看購物車 好往下滑 好OK那我們會發現呢 雖然他的商品價格是2000 已經大於1000了 可是呢這邊卻出現一個 此商品不屬於滿額免運的範圍 而且呢我們一樣呢 跟顧客收取80元的運費 好那這個就是由於我們剛剛後台啊 OK我們剛剛這邊有做一個 商品排除在外的綁定 所以他呢就算選擇商品大過於1000 我們照樣呢收取他運費的金額 那如此一來呢我們剛剛這個 除特殊商品之外呢 其餘商品皆享有滿額免運 或者是滿千免運的這個運費條件 我們就順利成功囉 好那這一章節呢 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種的運費設定 那這個設定條件呢就是 我們可以依照商品數量呢 客製化運費 那另外一種意思呢就是買越多 然後運費越便宜的意思 那等一下我們會設定這樣的條件 就是顧客呢購買一至兩件呢 運費收80元 三到五件呢運費收60元 五件以上呢就直接免運 好那這樣呢我們該如何設定呢 好那就跟著我的腳步一起操作吧 首先呢我們一樣先前往到這個面板 那我們一樣到第六步 這邊都是我們剛剛所設定的 好那我們先把上一個呢進行關閉 接著呢我們再新增另外一個運費 對好我們往下看 那這邊我們一樣輸入標題 好接著來新增一下規則 新增選擇數量 好那這邊選擇一個 金額呢收取運費80 輸入一下描述 好接著呢我們再新增下一個條件 新增選擇數量 輸入3 輸入60 一樣呢輸入描述 我直接複製過來 數量的話呢我抓3到5件 好就是購買3到5個收取運費60塊 好比剛80塊呢收的更少 再來新增下一個條件 新增選擇數量 這邊呢我直接輸入6 金額輸入0 直接複製文字更改一下 好那大家呢有沒有發現這個結構就是 我們如果呢買1到2件 就是收80元 買345件 好就是收60元 然後6件以上呢 我們直接就是免運 大概這樣的運費規則 好就是買越多呢折扣越多的概念 完成後呢我們就儲存 接著呢我們前往到前台 我們來隨意找一個商品好了 我們就找室內花好了 加入購物車查看購物車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買一盆的花 好那他一樣是收80元 那這邊有描述 1到2件的運費80塊 好那我們直接買3個 我們看運費會不會做更換更新 好他就切換了 好3到5件運費80元 這個部分好像文字有輸入錯誤 我們回來看一下 往下滑 好要更改一下 應該是3到5件運費是60元折扣 儲存 好前往前台 我們刷新當前頁面 OK就是3到5件運費收60元 好這樣是沒錯的 那我們接著呢就直接買6件更新 好那這邊也更改了文字 他說買越多則越多 6件以上直接免運費 好那確實呢也沒出現任何運費金額 那如此一來呢我們就順利的完成 依照商品數量客製化設定運費的動作囉 好那看到這邊呢先恭喜大家 已經順利的呢學成了 我們如何能夠客製化自己網站運費的方式 好那這款外掛呢它可以新增各種啊 不論是重量啊體積等等 好那非常多種 你都可以用這款外掛呢做客製化運費的調整 好那雖然這款外掛呢它本身是 在物流這地方呢是有點自成一格 所以它可能跟WooCommerce它預設的物流方式 或者是第三方的物流模式 它或許呢有些不是這麼的可以整合起來 所以說呢當你這款外掛都設定完成之後呢 你也可以回頭呢把你剛所關閉的這些 原來的物流功能可以逐一呢去開啟 然後你再去做一個兩者的搭配測試 也希望呢這款外掛對大家有所幫助 好那我們全歌團隊呢也有寫一篇文章 就是在講這個外掛的 好那相關的圖片呢我也會放在螢幕這邊 或是是這個文章連結呢我也會放在影片描述欄中 都可以呢從影片啊搭配文章去做一個完整系統性的學習 那這部影片就大概到這邊啦 這裡是全歌網站我是全歌 如果呢你對Wordpress網站有興趣的話呢 或是想看什麼樣的影片或是有相關的價值問題 好都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那我有時間的話呢就會盡快回覆給大家 幫助大家解答喔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你有支援一下 在影片下方留言 發動畫面 蘋果仔 拍 quelle影片 成功 有支援一下